大家好,我是向麻 今天分享一个空心油条的做法 简单快速,非常适合家庭制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出锅的状态 外熟里嫩 里面的话呢,真的是空心的状态 比买的还要好吃 喜欢呢,可以在家里面试一下 整个过程我都会详细讲解 开始和面 小麦面粉230克 酵母3克 泡达粉2克 食用盐2克 再加入20克的玉米淀粉 用温水150毫升到180毫升之间调节 揉成比较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冰箱发酵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酵成这种状态 然后在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这个时候把面团拿出来 不用揉,直接给它拍开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条 再用刀给它均匀的切成条状 由于家里的锅的话呢 不够长也不够大 这里我们给它分成小块 两块给它叠在一起 然后在中间用筷子稍微的压一下 锅里面倒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烧到八成热 再下入油条 火候保成中火就可以了 然后快速的翻转 直到炸成这种表面金黄的状态就可以了 全程大概两分钟 建议大家在家里面炸油条的话呢 我们选择铁锅 第一这个倒热性特别的快 然后再选择菜籽油 这个上色就会比较好看一些 而且的话呢 自己吃也健康 我们可以头天晚上把面和好 放到冰箱冷藏发酵 第二天早上起来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早餐 简单又快速的家庭版本的油条就做好了 可以看到里面的组织是空心的状态 外表呢是非常酥脆的 真的是跟外面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的话呢 自己做的健康又卫生 今天的油条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夏麻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